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,如今国内影视行业,可以用天翻地覆,这几个字来形容,这两年深受大家喜欢的影视剧中,自然是吵不了洋洋,李一峰,还有吴亦凡等等当红的小仙兽,先不说他们主演的是一些什么角色,或者是演技怎样, 只要在一部电视剧中有他们的身影,自然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,当然了,大家都知道在这些年,小仙肉们不仅仅在综艺行业,混得是风生水起的,就算是在一些影视剧中都有不少的涉足,但大多数基本上都是招来骂声一片状态,就比如说这个暑假湖南卫视主播的甜蜜暴击,就是个很好的例子, 虽然说这部剧中的男女主角是陆寒和关晓彤,这两位身上可是有很强人气,不过依旧没能抵挡住被各种吐槽,甚至有网友质疑,在这部剧中两位主演被过度年化了,特别是陆寒,在这部剧中的表现,根本谈不上什么演技,完全就是在用自身的流量来扛着收视力, 反倒是这个暑气,震魂,香吕还有演戏大获好评,很明显,这几部剧在开播之前都没有进行大肆的宣传,甚至还因为这种事情,引来网友们的调侃,但是在真正开播之时,这些有实力演技在身的演员们,硬是凭借自己过样的演技,轻松收获了一票观众,赚的人气的同时还赚足了良好口碑,比如说一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的香吕吧,男女主邓文和杨子, 还有罗云熙在剧中表现都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,不过仔细看他们的成长经历就能够看得出来,他们是很努力的,在香蜜之前,杨子邓伦先后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,早就磨练出了很好的演技,其实他们身上共同的特点就在于默默无闻地成长起来,这些明星一路走来,背后可是承受了很多财大获成功,还有朱一龙在《镇魂》中的表现,让网友看到了真正实力明星身, 身上的演技,一个人在剧中就分尸三个角色,但是这一点就是很多小鲜肉都无法媲美的,很多网友都认为是朱一龙的演技,才撑起了震魂这部剧,身为老戏骨的聂远,这些年一直在剧中饰演一些小角色, 但是今年在演技攻略中,由聂远领衔的一些大家,都认为过起了的老演员,都在这部剧中完美翻身了,特别是聂远和蛇诗曼以及秦兰,在剧中的表现,可以用完美二字来形容了,在一些细节表演中, 这些主角们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如果这部剧不大火,才让人真正的难以置信,当年,网友们在追剧之前总是会了解下,在这部剧中是不是有小鲜肉,主要还是被他们的颜值给迷惑了,随着影视行业在不断发展,观众们对于电视剧的要求更加严格。